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成功岭疑似爆发诺罗病毒的群聚感染事件 在台中成功岭受训的T1代1第224T4训练班 9月3号露营之后 其中54名的义男跟一名干部 在6号上午陆续出现了上途下陷 身体不适的状况 被送往国军台中总医院整治 初步诊断疑似为诺罗病毒感染 经过急诊治疗之后 除了8个人留院治疗跟观察 其他义男目前都已经回到营区 卫生局也派人到营区调查 除了带回相关的检体 并且要求中央厨房停止公餐 检验结果最快两周后出炉 成功岭传出食物中毒事件 台中市卫生局6号上午陆续接获通报 说在成功岭受训的T1代1男 在吃过早餐后出现了腹痛 恶心等身体不适 陆续被送往国军台中总医院治疗 该训练班于早餐时段陆续有人发生 腹泻 腹痛 恶心 呕吐等身体不适症状 共有55位送往医院诊治 根据了解这批224T4的训练班 一共984人 在9月3号入营之后 其中54名T1代1男和1名干部 共55人 6号开始出现了上吐下泻 身体不适 送往医院治疗后 初步诊断为怒罗病毒感染 除了8人仍留院治疗观察 其他1男已经返回营区 T1代1训练班的餐食 细由承包厂商与营区中央厨房碰阻供应 为了防止疫情过大 以医食安法第41条规定 要求厂商暂停作业 卫生局获报后 也立即派人前往营区调查 并带回相关食余检体送验 并要求提供餐食的中央厨房 先停止供餐 检验结果最快两周后出炉 若食余检体验出了病原菌 将会以食安法开罚最高2亿元罚还 解中部综合报道